端午节包种子的时节到了 在台中一个阿嬷包完了碱种之后 碱水放在旁边 让两岁的小孙子给误食了 使得食道三度灼伤 影响一辈子的发育 拿出两岁男童的内饰镜照片 小小的食道不但发炎红肿 还布满血丝 轻轻一碰就会痛 透过S光片更清楚看到 食道缩减一大半 屯眼都有困难 食道可以这么宽 它的食道只剩下这样 非常狭角 我看这个大概应该 不到30%的吧 原来是台中这名男童 把阿嬷包碱种的碱水 误以为是饮料 喝了一大口立刻呕吐 送医后已经来不及 食道三度灼伤 为什么要做食道扩张 因为它食道已经狭窄了 它第一个没办法进食 没办法进食营养就绝对不良了 金黄带点透明的碱种 端一端的好有弹性 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爱吃的美食 但是包碱种 少不了这一瓶属于强碱的碱水 才能让糯米软化 变得透明 富有口感和风味 但是碱水还没煮之前 具有腐蚀性 男童阿嬷没把碱水收好 导致男童误喝 食道受伤 以后恐怕无法正常饮食 也会影响发育 记者侯新派林美新台中报道